Watch it go, Watch it go, stay 香柳让小妖坐着休息,自己把竹屋打扫干净,忙完后又生火做了饭 等小妖闻到饭菜香时,窗外已升起一钩弯月,香柳点了灯进来,寒凉的夜里顿时有了温暖 用过饭后,两人在山间漫步,小妖总觉得每个地方都似曾相识 断断续续地给香柳讲述着爹娘的事,讲到后面却心中悲伤,落落寡欢的样子 像柳之小妖思念父母了,看她神情低落,变斗去道 不管怎么说,你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总比我强 像我这种从蛋里钻出来的妖怪,压根儿不知道父母是谁 生下来就有九颗头,比别人能吃一些,从小就为生计奔波,日子过得惨不忍睹 一会儿别人喊打喊杀,一会儿九颗脑袋还要自相残杀 有一次饿极了,一颗脑袋差点把另一颗脑袋吃了 小妖捶她一拳,笑道,你还来这套 我看你接着鞭 香柳握住她的拳,继续一本正经地说 有个人告诉我人的心态很奇怪 幸福或不幸福,痛苦或不痛苦,都是通过比较来实现 我正在通过讲述我的悲惨过往,让你比较出你过得不错 小妖想起来了,那个有个人,就是她 小妖含笑地说,我可没编造假话 那你现在知道我的悲惨绅士,高兴点了吗? 小妖看着她胡搅蛮缠的样子 不知道,自己是该气还是该笑 但确实感觉胸中的愁闷缓解了许多 便对她展颜一笑,向柳唇边也抿了一丝笑意 第二天起来,小妖在赤尘的画像前默默站立了一会儿 轻声道,爹,娘,我走了 不要担心我,我会很好 向柳倚着门在屋外等,特意留了一段时间 让小妖能单独和父母告别 小妖告别晚转身跑向香柳 对她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欢快地说,先去东海把你的伤治好 两人坐着马车慢慢摇回了清水阵 小妖已有六个月身孕 肚子一天天地大起来 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 人渐渐憔悴了 向柳心里着急却又无计可施 她本是一个急冷的人 常年喜怒不形于色 这时看着小妖的眼神里全是怜惜心疼 倒叫小妖于心不忍 好在小妖自己胸有成竹 反而安慰她道,美长胖是好事 到时好生产 她是医者 香柳在这方面一窍不通 倒是不得不信小妖了 香柳和小妖商量 你还是回父王处待产 不要随我去取真 小妖倒是不担心她取真 心里却想再看她真身 假装一脸担忧地央求道 我怕你取真不顺利 让我也一起去帮帮忙 香柳挟她一眼心道你能帮什么忙 露出不置可否的表情 无奈道 西陵九瑶 你究竟想干什么 我 我 小妖张口结舌了一会 发现根本骗不了她 只好老老实实地道 我想再看看你的真身 香柳一脸无奈 现在她已经是她的妻子 这个要求不算过分 小妖也从来没有觉得九头妖就是怪异 但她内心还是很抗拒在人前显露真容 香柳沉着脸不说话 小妖看她脸色不郁 兴兴道 你不让我看算了 谁稀罕 说不定 我肚子里面就是个小九头妖 她没修成人 身前我就天天看 看个够 她现在可不怕香柳 你不让我去我就死缠烂打 香柳 只觉头疼 皱着眉道 我没说不让你去 那就是让我去了 小妖兴高采烈地问 香柳看她开心了 苦笑着摇摇头 屈指成哨 没过一会儿就看见毛球从海天交接处飞过来接他们二人 香柳抱着小妖坐上毛球 带着她向海天深处飞去 他们已经飞到了海深处 可广阔无垠的大海好似没有边际 毛球飞了一夜 大海依旧和之前一模一样 从空中俯瞰 没有一块陆地 只有茫茫大海 小妖有点害怕地对香柳说 大海真的能吞噬一切 香柳淡淡说 到了 别害怕 这是我出生的地方 毛球缓缓降落 香柳拉着小妖翻身下了毛球 直接踏在万寝碧波之上 零零波光 在她脚下如同软电 她带着小妖向海下一寸寸沉去 小妖体内是像柳的血 本能地翻涌着对大海的渴望 她是海的女儿 能驱策鱼群 能听懂娇人的歌声 能像鱼怪一样潜入最深的海底 能比海豚游得更快 给予她这一切的人就在她身边 小妖望着游异自如的香柳 如今无论你去哪里我都可以追随了 再也不会眼睁睁地看你离去 香柳和小妖很快便潜到了海底 她的手俯过小妖的眼 让小妖闭上眼睛 小妖的脑海里想起她的话 我要露出妖身了 别害怕 小妖点了下头 感觉到翻山倒海般的阵战 周围的鱼群纷纷惊慌四散 海底一片寂静 小妖睁开了眼睛 一只通体雪白的九头海妖 正静静地屹立在自己面前 九双金色的妖童 如同在漆黑海底燃起了灯笼 其中一个兽手俯在小妖的手边 轻轻蹭了她一下 小妖的心扑通扑通直跳 不是害怕 而是震撼 无关美丑 只是对力量的竞幅和畏惧 这便是脚踏大海 头顶星辰的海中霸主 九头妖王的真身 香柳所有的兽手 同时吟唱着百黎族的咒语 形成了巨大的声波 一圈圈向外扩散而去 连海底都开始阵战 激起了雪白海沙如烟似雾的包围着小妖和香柳 香柳甩过蛇尾把小妖围绕保护其中 不让声波激起的暗流处及她分毫 一道红光 从向柳的蛇腹缓缓升起 原来是香柳的内丹顺着体内吐纳了出来 小妖脑海里响起向柳的声音 拿着 含着内丹的那个头便悬到小妖的胸前 把口中红光闪烁的内丹吐到了小妖怀里 小妖捧着细看 里面游着的小鱼已经不见 内丹中光滑不在 变成了一个晶莹的碗一般大的红珠 珠上的锁魂针还牢牢地定着 四周回想着神秘的百黎咒语 香柳道 把针扒出 小妖犹豫到 你会不会痛 香柳的声音直接回荡在她脑海 并不会 内丹是大妖的体中体 身外身 只会损我些许妖力而已 小妖狠下心伸手拔针 一拔之下 竟然拔不动 急到 我力气太小了 香柳俯下一手 吐出蛇性缠住小妖拔针的手腕道 卧牢了 小妖只觉一股力量贯穿手臂 一下把针拔了出来 小妖将锁魂针收镜绣中 看见内丹上有裂口 从中缓缓地卸出红色妖气 担心道 内丹裂了 不用担心 假以时日自然会长好 把她放入我口中 小妖把内丹喂给了香柳 一道红光 又滑落回了蛇腹 其余蛇手也停止送唱咒语 海底渐渐恢复了平静 也不见香柳如何动作 在海沙烟雾中 她庞大的腰身骤然消失 小妖落入了她的怀抱里 香柳抱着她从海水中缓缓升起 站在海面上 白发如云 白衣如雪 鲜尘不染 银色的月光将她映照得高贵圣洁 她俯看着小妖的表情却透着无奈 这次看清楚了吗 小妖如实道 你的腰身并不丑陋 相反非常的雄伟 她却不好意思说了 香柳看着小妖害羞的表情 悄悄翘起了唇角 两人骑了毛球回到清水镇 这次不再住客栈 香柳直接带着小妖 回到以前抢婚后住过的小院 里面的陈设布局 还同小妖住时一模一样 小妖看到院中气数红叶欲燃 想起那时香柳冷若冰霜地告诉自己 那个浪荡不羁 随心所欲 教她射箭 待她在服饰中寻一点琐碎快乐的防风被 已经死去 眼中浮起一层泪花 小妖当时不肯在冷面冷情的香柳面前哭泣 只得举起一桶冷水浇在自己脸上掩饰满脸泪痕 心中悲痛欲绝 香柳静静地看着小妖 指她一起往事 沉默不语 只从后面拦着她 两酒后她问小妖 你想出去逛逛吗 小妖摇摇头 她累了 香柳牵着她走进房间的榻上坐下 小妖一言不发地缩坐到踏脚 香柳看小妖不理她 轻轻问道 厨房里有热水 洗澡吗 小妖不吭声 只拳着身子 侧身朝礼躺在踏上不说话 明明被对着香柳 可她就是清楚地听到了泪珠坠落的声音 一滴又一滴 又细又密 传入耳朵 就好似芒刺一样 一下下戳着心肩 香柳搬过她的肩头 让她对着自己 泪水已打湿了她的脸 小妖生她的气 闭上眼默默流泪 香柳无奈地叹气 我不该带你回这里 小妖睁开眼 小鹿一般的眼眸被泪水洗刷得格外明亮 里面含着隐隐的怒气 盯着香柳的眼睛问 我送给你的冰晶球呢 香柳没想到小妖会问她这个 愣证了一瞬间 半眯着眼思索着往事 不过片刻脸上便恢复了防风 被一般满不在乎的表情 蹲在榻边 用手撑着夹 歪着头似笑非笑地回答道 我早吃了 我早吃了